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Ea 我們現在打一下全新的九風災二級 那這邊帶大家用黑金拿破崙來通關 附隊幫我找上腐化 然後我自己的話再帶上兩顆 這樣子總共三顆 那你如果沒有那麼多魔腐化怎麼辦 沒關係 把烏羅波換成本耶譜 追打五屬 只要可以打五屬的卡都可以 再來的話 烈蒂西亞這個 他是萊蒂西亞 對不起 萊蒂西亞他是雙周副本 我用來增傷用 同時也用來擠狀態 那你可以直接換成靈魂商店的免費卡 馬加喜亞 火妖族 他就可以直接把混沌值吃掉 這樣也是OK的 好 那這邊是我的配置 分別是剛剛提到烏羅波 萊蒂西亞 還有火山頭 再來的話是唐納德 四張都是免費卡 他們分別來自 這個好像是討伐戰是不是 修羅場 修羅場 然後再來是雙周副本 合作的地獄副本卡 再來的話是自家的雙周 好 那龍科的話 拿破崙幫我帶上自己的武裝 然後形狀記得帶到三個一樣 如果有沒看清楚 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神巧我們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 來 第一關這邊我們直接開拿破崙記憶 好 這邊的話就是高C 反手消暗 剛好拿破崙一招解 好 這邊直接帶過去 來 接著二血 這邊我們稍微偷一回合 我們大概轉個3到5C 先去集一下龍脈一樣 好 來 接著三十字 我們就是一樣拿破崙記憶補下去 這個也是拿破崙當初的賣點嘛 就是固定版面直接給你三十字 好 來 接著第三條血 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拿破崙記憶然後點火 你只要有消到火 拼圖是可以內建無視的 再來就是要處理工錢的部分 好 那這邊我們轉完的時候 就去把龍脈打開 工錢就直接靠拿破崙的龍脈來無視了 好 這邊一樣就是大力轉 好 你有帶到三個形狀一樣 然後有轉到7000 這邊就可以觸發龍脈的技能 好 再來第二關 好 第二關這邊因為我們沒有帶附加消除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是慢慢的三回合送給他 我們注意著熱地 不要去被燒到就可以了 好 馬上講 好 這邊的話就稍微三回合送給他 然後我們盡量就是把中間去消一消就好 不要弄到左右 好 來 再一次 好 來 再一次喔 OK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去把那個狀態擠掉 我們先開拿破崙的忌餓 好 然後隨便點 來 接著我們開火山頭 好 然後接著我們開兩隻增傷 分別是唐納德跟萊蒂西亞 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是把新珠放在左右就可以了 好 因為他新珠現在是不能消的狀態嘛 這樣子剛好你就不會被灼熱炸到了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20級盾的部分 這邊我們先隨便抓一隻火的角色珠 我們也只有火啦 這樣子去把他消到 好 來 接著第二回合呢 我們開拿破崙的忌餓去增傷 好 那這邊你要繼續用角色珠也是可以的 好 來 這邊直接帶走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的話我們開烏蘿波 然後我們再補一個拿破崙的忌餓 好 這邊的話就是不要去手銷到木珠就可以了 好 木珠這邊我們就來稍微疊一下 好 好 那烏蘿波打完五鼠之後 後面的傷害就可以正常打穿出去了 好 來 接著來到第四關 好 來 第四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直接開拿破崙的忌餓 然後我們瘋狂去點心 啊 不要去消到那個電極珠就好了 你如果怕說電極珠不小心消掉的話 那我們就一樣 左上角那邊 先點右邊指定核心 好 來 接著我們繼續用拿破崙炸星珠出來 那這邊就是一直去嚕喔 嚕到血剩下1 然後 然後 一直做一樣的動作就對了 像我畫面上這樣子 大概花3到4回合 好 來 再一次喔 來 再一次喔 要大概再兩次 好 來 接著這邊 再來 繼續 好 好 還要再一次 還要再一次 OK 好 總之就大概4到5回合送給他這樣子 好 這邊我們稍微拉一下C數好了 來 接著2血的部分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 應該說核心張開啦 這邊我們要把狀態擠掉了 混沌子已經來到90了 這邊的話我們開拿破崙祭餓 然後一樣開兩隻增傷 好 接著我們把拿破崙的一消補下去 好 這樣狀態就擠掉了 最後不要停在那個黑洞地裡面 好 這邊九族屬性珠一定會有 所以不用擔心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吹過去 沒問題 好 這邊轉完稍微看一下新珠的位置在哪裡 因為等一下要手銷全部的新珠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直接去開拿破崙的祭餓 然後就直接去控制版面 然後我們抓拿破崙的角色珠 然後放到格子裡面去一下下 這樣就好了 好 我這邊是因為有哈佛可以無視黏斧啦 啊你如果沒有的話就自己轉的時候稍微小心一點點 好 來 這邊直接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六關 好 第六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拿破崙的祭餓 然後我們補一個火山頭 好 這樣子場上只會有火跟星 我們就直接去把C數拉高就好了 好 這邊就不會被手銷多種減傷 因為你怎麼銷都只有火跟星 好 來 這邊就一樣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七關 又是我們的歡樂核心了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是先指定 這一次就要指定了 我們先點左上角的右邊 好 這邊一樣就是拿破崙一直瘋狂的點心出來 這邊其實都一樣啦 就是沒什麼變 好 就跟剛的操作完全相同 然後慢慢去把他帶走就可以了 好 這邊要指定是因為這邊會發動攻擊哦 那你只要有打到本體的話 那個要稍微注意哦 那個反擊六十萬過來是會GG的 來 這邊再一次 嗯 估計大概是再 對 在一回合哦 來 再一次 好 總之這邊就還蠻爽的啦 好 OK 好 打開之後呢 這邊我們就一樣哦 拿破崙的忌惡 然後來蒂西亞 好 我們先隨便點 來蒂西亞 好 來 接著唐納德 好 我們再補一個拿破崙的忌惡 OK 這樣就再把混沌值吃掉 好 然後我們一樣轉圍的時候 不要停在那個黑洞地裡面哦 好 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八關哦 第八關這邊數字其實我們慢慢轉就可以了 那我們可以善用那個角色珠的那個固定版面去弄 你比較舒服的轉法這樣子 好 那我這邊稍微想一下哦 五十 十五 二十 好 好 一開始是十九啦 五 十 好 十九 OK 我看到了哦 好 這樣子 好 再來是數字二一的轉法哦 好 二一的話變成這個角色珠起手 拉到最下面 這樣子 好 那再來二三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 抓一樣這一顆角色珠 然後拉到這裡 好 最後二五的話 這一顆 這樣子 好 來 這邊就直接錘過去哦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我們就開拿破崙的 ㄟ 那個 如果你有 指定到星珠的話 就不要開到技衣 好 這邊我們用拿破崙的技二來控制版面就可以了 好 這邊是我看一下哦 木 岸 星 好 那我就用拿破崙的技二來稍微控制一下版面 木 岸 星 手銷到全部 好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就直接大力轉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木 岸 星 好 木珠沒有銷到全部 好 這樣 OK 好 有了有了 還滿版哦 好 阿C數你只要有消9顆 他就直接把你加9上去了 所以15C 也不用太擔心哦 好 來 這邊直接錘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九關 好 第九關這邊的話要消五組一模一樣的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是再來把狀態擠掉一次 來 我們開拿破崙的技二 好 隨便點 來 接著開火山頭 好 來 接著我們開兩隻增傷下去 好 這邊不是要擠狀態啦 這邊是要把那個傷害催大 因為他有那個飛克屬 傷害剩下5%的選項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是直接去把五組轉到 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 OK 好 這邊是沒有任何天降的哦 但是如果傷害夠的話 大家就不用太擔心了哦 好 結果傷害不夠 那就是再補一回合 我們用拿破崙的技二去控制版面出來 好 那這邊一樣去轉五組一樣的 好 好 這邊慢慢去把他打掉吼 就是用拿破崙的技二一直去控版面出來就對了 1 2 好 這邊稍微轉一下吼 1 2 3 4 好 不對 好 這樣 5C OK 1 2 3 4 5 6 欸 不對 這樣子 好 好 這邊六回合內有去把他帶走就可以了吼 一樣是不急啊 好 接著就來到王1 那王1應該想當然了吼 要做的事情還是一模一樣的 來 我們先指定右上角 呃 左上角啦 然後點右邊 這邊我們一樣繼續點新珠出來 好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去正常嚕 好 這邊就是跟剛的動作都一模一樣了吼 再來 好 就繼續一直嚕 好 再來 大概是5回合左右啊 5到6回合 好 繼續喔 好 還有還有 好 還差一點 還差一點 好 最後了 革命最後了 好 那這邊的話再一次 好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其他就不要動到了 好 OK 來 接著來到核心打開的部分 這邊我們就是在把狀態擠掉一次吼 好 先隨便點 然後開兩隻增傷 好 最後的話拿破崙技衣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是黑金拿破崙 過這個九封的災厄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 他一樣有雙成就配置吼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譜 看來吧 不知有靠 不知有靠 高峰 有靠 不知有靠 好 不知有靠 人 我們不是不知有靠